《黄金年华之斗歌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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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收看《黄金年华之斗歌境遇》 《乐龄有活力》 是的 充满活力 追求理想 要努力 是 今天是新的系列 总共有30位参赛者加入初赛的阵容 那他们都希望得到导师的真传 在梦寐以求的黄金舞台 展现他们美好的歌艺 这个梦想让生活更美好 有这个良师的指导 肯定能够把这个平凡变为非凡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三位令人寄予厚望的导师们 第一位出场的导师 他就是 他就是 霞光四射队的导师 崔霞老师 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导师 是谁呢 杰出非凡队 林俊坚老师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第三位导师 他是谁呢 那是八面玲珑队的刘欣玲老师 欢迎三位导师 好 请三位导师上场 今天呢 这种感觉很好 就是特别地把导师们给请出场 对 安排这样的出场 他们好像世界名模这样 对 三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金玉良言 要给我们的参赛者 我觉得呢 参加一场比赛的意义 不在于他的胜负 那要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呢 必须在歌艺上 不断地丰富自己 提升自己 也要在很多不同的环节中学习 说得非常到位 是 那欣玲老师 以平常心去面对这场比赛 你愿意学 我愿意教 我们一起努力吧 这个比赛心态最重要 对 那接下来就是JJ俊杰老师 对 我觉得就是学无止境嘛 那你不断地学习 那你才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 是的 我们也要恭喜一下JJ老师 因为在我们2020年第一系列的冠军呢 就是来自于杰出非凡队的吴佩娟 是的 其实也要非常感谢 那学员非常的努力 那接下来呢 所有的学员呢 他也要非常的不要害臊 要把自己的最好展现出来 那才会有机会夺冠 是 这番话学员们要听进去了 真的 谢谢三位老师 好 请三位老师就座 是的 接下来呢 今天呢就要辛苦你们了 好 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 我们2021年第一系列的比赛 今天呢要进行的就是出赛 出赛呢总共是有五场 那每一场呢有六位参赛者 出赛这个回合没有淘汰任何人 全部都可以晋级到下一个回合 对 那当他们唱完歌之后呢 我们的老师就会点评 点评之后呢 他们就会以抽签的方式 来看一看自己呢 被归纳为哪一个队伍 比如说这个箱子里面呢 有三十个分别是红色蓝色跟黄色的小圆球 是 如果说呢他们抽中的是红色的球的话呢 代表他们就被纳入了霞光四射队 如果抽出的是蓝色的小球的话 就纳入哪一队呢 那就是杰出非凡队了 那如果说呢他们抽中的是黄色的球的话呢 他们就会被纳入我们的八面玲珑队 好 这样解释我相信呢 这个参赛者都会明白好不好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比赛了 那第一位要出场的朋友呢 他就是说人生不留白 那如果你要精彩生活要安排的编号一 他就是潘秋荣 带来曾庆余的歌曲《今夕是何夕》 告诉我今夕是何夕 告诉我此夕是何夕 飘零的声音该想何方 彷徨的心无所谓 天注定让我遇见你 却为何又遥不可及 纵然是将你拥入怀里 也知道相依只是瞬息 入怀里 入怀里 入态里 不想过去 今后将在水果里 放不下的也只有你 虽然相依 虽然相依 虽然相依永远无期 就都不知千里万里 坠落也只有在梦里 尘寒悠悠 不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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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 不知千里 尘寒悠门 我又只有在梦里 窗口悠悠 无不知千 如晴雨的随风飘逝 如雨时的沉落海底 见我不知千里万里 见我也只有在梦里 传人悠悠无尽情 秋荣 是 紧张吗 第一次 非常紧张 真的看不出来 你已经能够参加我们黄金年了 已经到年龄了 她给我感觉好像高中生这样 对 而且还是个小画家这样的感觉 你怎么心境那么年轻 跟你学的 跟我学 我没什么好学 我看她是个心情开朗的人 对 很开朗 Happy Go Lucky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身材 是 也是为了减肥而来到这个节目 现在大家都知道来参加我们黄金年华的比赛 就等于是一个减肥学院了 是不是 可是那个要进入大决赛 如果前面出去了还是一样肥肥的 其实秋荣她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参加过我们的那个 金童玉女一线签 是不是 是的 那个时候有签到吗 签不到 签不到 不过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参加过 电视节目的经验了 是 除了黄金年华 还有模仿张青芳 还有雷泽 DJ 张青芳 可是她的歌一般高音很高 是 所以你能不能够哼一句 你看 不行了 不行了 很难现在老了 原来我们的声音随着年龄也会降低的 她是我们电视台的常客就对了 是 有经验 应该不会紧张才对 来 我们听听导师的讲评 我觉得这个歌曲呢 选得很适合你 还有你今天的整个准备 我非常欣赏 可以感觉到是你很有戏 内心的感情非常丰富 唯独的话 我觉得在你的声音的那个练习上面 我觉得你要下一点点功夫 我现在感觉到你满腔要表达的东西 而且有些时候你唱得七情上演的 很想把那个声音 那个情绪挤出来 可是就是那个声音它没有达到 没有配合到 如果你的声音呢 懂得去放开它的话 我觉得你内部好多的感情 还有对歌曲的诠释呢 是非常的纯熟的 非常期待 你会在我们的谁的这一对呢 可以释放你的声音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这首歌呢 一唱到很激情的时候 你的麦克风就会跟着 一直好像离开了蛮远的 一直好像离开了蛮远的 这些其实可以学习的 也不用太过在意 那你的音色是有的 所以可以跟我学习 虽然我在他们当中比较新一点 但是我也是教得不错 谢谢老师 你知道在我的队里面 减肥成功的有多少位吗 你这一招很奇怪 你不谈唱歌的 你就来这一招 刚才那不是讲 在怎么要瘦身吗 那好 秋容 我觉得你还是一张那种白纸 这些就比较容易教的 音色我是觉得很甜美 在唱歌的气息方面 也是 还不是很有经验 这个还是要磨练的 所以看你的运气了 戳到我们谁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请秋容就位 好 那到底呢 我们的秋容会抽中 什么颜色的球呢 我们现在就请看 黄色的球 欣灵姐 那就是八面玲珑队的学员了 恭喜我 很厉害喔 恭喜 小英 记得小时候 我放学回家的路上 只要看到崔烟起 我就匹啪拼命地跑回家 我知道了 兵哥 因为那个时候 都是肝膀生活 对不对 所以看到崔烟起就是 反菜箱 对 鸡肠碌碌 对啊 我相信是很多 坐在电视机前面 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的 童年的生活写照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编号2的何艾铭 给我们带来这首 非常柔美的歌曲 《又见吹烟》 《又见吹烟生前》 《又见吹烟生前》 《暮色长大地》 《香港滚滚吹烟》 《又见吹烟生前》 《ни要去哪里》 《行一样有识情》 《我会有画意》 詩情懷疑雖然美麗 我心中只有你 又肩炊煙升起 共起我回憶 讓你變作彩香 飛到我夢裡 夕陽有詩情 黃昏有懷疑 詩情懷疑雖然美麗 我心中只有你 夕陽有詩情 黃昏有懷疑 詩情懷疑雖然美麗 我心中只有你 詩情懷疑雖然美麗 我心中只有你 thought hers would feel like me 賺星 黃昏有懷疑雖然美麗 何 آ drummer 也是一位新手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 刚刚会紧张吗 有一点 所以有点忘词 你不要讲嘛 其实你不要讲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之前有没有在外面 参加过歌唱比赛 没有 这是第一次 但是假如要算的话 30年前有去过一次的时音 因为30年前广播局 每年都有斗歌经营 刚好那一年的斗歌经营 是在选区歌唱比赛 我有去参加 但是 也是没进 所以这一次出赛能够进 证明你有进步了 谢谢 其实有很多人来黄金电话之前 都是有看我们的节目 来进行观摩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听到 老师们对于学员的点评 你是不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呢 对 说下留情 口下留情 口下留情 你只要听话的话 加上你的努力 一定会进入大决赛 看过很多人是这样 一张白纸最后也是进到大决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老师 对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 很没有经验的一位歌手 打从你站在那个舞台上 你就开始给人感觉是 你在想着你的歌词要怎么唱 舞台的动作你要怎么做 刚刚一出来的时候 他非常的紧张 紧张他的眼睛就已经睁大大 又见吹烟是一首非常柔的歌 你的眼睛真的太大的话 就有点凶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手 你紧张的时候 什么都已经锁住了 这些都是要学习的 在一个舞台上 我们要见到的是 你的肢体 你的歌艺 你的造型 希望下一次见到的是不一样的你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的发音非常准 可是你的咬字又太生硬了 变得每个字都要 他紧张 紧张了还有什么柔度 不是柔 也不需要 腰间吹烟声 这个嘴型太硬的时候 它也比较影响 你可能那个音要去发的东西 从大声到小声 所以你唱的时候 它就不会 就完全都是牙齿 所以它需要你的帮助 是 是不是这样说 你说是不是 说得对 因为它比较偏向星遥那一份 是吗 没有吧 你喜欢比较可爱型的 你们两个这样说的话 就是了 就是可爱的谁不喜欢呢 是蓝色的球 蓝色的球 记得抽蓝色的球 来 请准备 OK 来 请看 很准的 是 恭喜姐姐老师 也恭喜艾铭 谢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 哇 不得了 比赛经验丰富 而且获奖无数 那就是编要三的凯伟 带来这首温暖的秋天 清晰华的秋天 秋天离去心远 每當落葉緩緩飄來 更叫人風外留戀 落葉一片片 樹枝一片作紀念 一裡有我們聊的誓言 今年的秋天風外溫暖 只要我們良心不變 縱然在秋天裡也有春晚 讓秋風脆落葉飄 爭氣建立在秋天 溫暖的秋天 秋天裡許心願 每當落葉緩緩飄來 更叫人風外留戀 落葉一片片 設計一片作紀念 夜裡有我們聊的誓言 今年的秋天風外溫暖 只要我們良心不變 縱然在秋天裡也有我存暖 讓秋風脆落葉飄 真情建立在秋天 天風外溫暖 我看看您的履歷 戰績 這個小小年級就做阿嬤 還有三個孫子了 對 真的 最大的幾歲了 最大的十歲 十歲啊 那代表你四十多歲 你就做阿嬤了 四十五歲 初阿嬤 這麼年輕 所以你現在主要都是 快活的家庭主婦 然後就很多的時間可以練唱 對 在你上一次的比賽 你是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成績 我在黃埔第二展卡拉OK 拿到冠軍 冠軍 就不曉得老師覺得你今天的演唱 是不是他們覺得夠滿意 還是帶點小緊張 對 那在唱歌的時候 我跟林靖傑有發現到一個地方 你需要改進的是 你高音的時候 你非常地穩健 不過來到了低音的時候 你的穩健度就減弱了很多 很多時候那個喉的位置 喉的音都沒有展現出來 對 當你唱低音的時候 它還是在這個位置的 所以變成它沒有那個bass 所以就變成它的那個低音就不夠美 不過可以看得出是 會掌握歌曲的一位歌手 希望說你的手乖乖聽話 你每次都是這樣 什麼意思 那時候比較會唱的 你就說就來了 沒有 我沒有說來我的主 我如果說紅色 你叫他的手乖乖做什麼 我就看他的運氣吧 是 這些老師呢 你應該是有下功夫也是 我猜是有跟老師學的一些技巧 那我覺得有一些名歌的技巧 那個氣頂得很足 很穩健 前半首剛才你唱得很緊張 鎖喉 跑拍那些不說 後面那個你比較從容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聽得出 你的很多可塑性在那裡 謝謝老師 剛剛聽你在演唱的時候 你會把那個情緒 比較激揚地唱出來 有時候要用一下氣聲來唱歌 溫暖的秋天 那個感覺上就比較溫柔一點 那其實整個來說 你表演的是很不錯 那抽黃色好了 OK 不用抽他們的 謝謝 不要緊張 來 我先發功一下 現在只有我們的翠霞老師 霞光四社隊還沒有學員 就靠他的緣分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凱瑋到底跟哪一位老師有緣 能夠拜哪一位導師為師 來 請看 紅色霞光四社隊 老師如月與常 冰哥啊 一段好的戀情啊 這個兩個人呢 就會春風滿面 然後呢 會讓人更好 你是說我們臉嗎 你是好嗎 可是如果反之的話呢 兩個人可能會面目可憎 然後呢 會互相傷害 是的 每一次的經歷呢 都是一個修行 好 一起來歡迎編號四 李品珍 帶來這首《為什麼愛上》 謝謝 來時以萬 去時又早 不在天涯 不在哪一家 只要美好 无论多少 没有天荒 没有那地牢 天涯 谁在寻找 海角 谁在期待 啊 我想你 风儿都知道 来时以晚 去时又早 来时以晚 不在哪一家 只要美好 无论多少 没有天荒 没有天荒 没有那地牢 哎呀 天涯 谁在寻找 哎呀 海角 谁在祈祷 啊 我想你 风儿都知道 啊 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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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无独有偶 这位李品真呢 也是三个孙子的阿嬷 是 要四个了 哇 这很快乐 加上唱歌 那就更开心了 是啊 我孙女也是跟着我一起唱 所以跟你一起唱是因为你在练习的时候 他跟着你在旁边哼 还是 不是 他唱他的 我唱我的 哇 这么厉害啊 他现在整天听我唱这首 他就说 奶奶你唱这首 哦 他觉得你唱这首好听 那这次比赛是谁鼓励你来的 我先生吧 其实比赛是提升歌艺最好的一种方法 对 其实呢 我很欣赏你在就是 诠释这首歌的时候 那你很自然很从容 然后呢 你有在那个意境里面 但是呢 因为你太过注重于咬字 反而呢 忽略到那个情感 其实我觉得你做的准备都非常多的 而且我也听得出你是很好的学生 因为呢 太好的学生在表演的时候犯一个错误 就是非常非常注意的那个音准节奏 很用力地去唱准它 这样的歌呢 它的难度在于它的有转音 转音要呈现的是可能更复杂的情绪 情绪多到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说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像叹气声的转声 你把它 好 好 我想你 风儿都知道 你要用你的情绪把你的自己放在里面 去诠释它 这样它就会变成是你在台上 跟观众在说话 那我们就可以有共鸣 接受到 那我再补充一点 你的那个副歌的时候 哎呀 天呀 这个是副歌 我们说唱歌要有层次 在你的前面的那两段的时候 你可以自然地唱 不过到了副歌的话 你要有多一点的情绪去发挥 来到第二次的 哎呀 海角 谁在祈祷 我发现你的这个 这个哎呀 海角这一边 你的节奏就放慢了 所以我想你已经会唱了 你已经知道说 这首歌要怎么表达了 要怎么走位了 接下来什么呢 就放松 好 谢谢老师 继续地加油 不过你今天穿红色 个人感觉好像跟 翠晓老师比较有缘 翠晓老师比较有缘 他用麦克风拿到黄色 来 我们有请品真姐 随缘 来 有请 我们来看看 他到底抽到的是什么颜色的球 好不好 来 请准备 不要看里面 来 红色 恭喜品真 也恭喜我们的翠晓老师 好 那这个随着 我们的人口老龄化 我们的政府呢 就是鼓励我们的乐龄朋友们 保持非常积极乐观的心态 是 乐龄可以说生命中 另外一个高峰 是 它可以让人更自在地 去展望新的目标 那欢迎经常在舞台上 传播快乐的编号舞 乐鑫 给大家带来这首 《别问我是谁》 谢谢 谢谢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远的心应该没有对 为何待你你却已在流泪 每天抱着寂寞入睡 生活扩大没有滋味 别问我是谁 请与我相恋 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像我这样的人不多 为何还要让我难过 别问我是谁 请和我面对 看看我的眼角留下的人 我和你并没有不同 但我的心更容易脱水 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终 为何待你却已在流泪 每天抱着寂寞入睡 生活扩大没有滋味 别问我是谁 请与我相恋 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像我这样的人不多 为何我相恋 为何还要让我难过 为何还要让我难过 别问我是谁 请和我面对 看看我的眼角留下的泪 我和你并没有不同 但我的心更容易脱水 我和你并没有不同 这位参赛者乐心 是联络所兴趣小组 非常活跃的一个会员 对不对 常常上台去演出 对不对 乐心姐 是的 是 那什么时候就培养这个兴趣 孩子长大之后 多余的时间 那参加这个兴趣小组 有没有老师教你们怎么唱歌呢 没有 就是大家喜欢唱什么歌 就上去唱 那这次来参加比赛 是你自己呢 还是有人鼓励 有人鼓励 然后加上朋友也一起来 你的朋友也进入我们这一次的比赛 对啊 是的 OK 那就是有伴了 那你说有人鼓励 是包括了你先生 你家人吗 还是 是的 我先生也是很爱唱歌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不来呢 他说他背不了歌词 所以他不敢来 应该是他要你先来他看一下的 他等一下下一期就来了 我成功了 就要鼓励他来 到什么样的阶段才算成功呢 最好就是大决赛了 好了 加油了 好 我们听听看老师们的讲评 来 开始我跟你说一个很坦白的东西 从你的那个衣服装这样的配搭呢 你非常下心思 很想呈现舞台的效果 从我的角度 从男生的角度 我已经觉得有点多了 从这边开始掉的那些不同颜色的珠子 它分散了 你可以带给我们的那个亮点 金好过多 选几个你觉得你的声音可以呈现的东西呢 把它亮出来 要选对那些要呈现的东西 我也同意啦 这个恋有点多啦 也许是第一次啦 就带一点紧张 带一点害怕 想要做 不过做不到 除了你的拍子有点拖 你的音准也是有点问题 在这个方面呢 你那个提气或者你唱歌的位置呢 稍微的退后了 其实你要退前一点 你的气才能顺 其实我感觉上是因为 这一场是没有被淘汰的 所以你选上了一首你很爱唱的歌曲 对吧 是 那其实说到选歌方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倒觉得这首歌 可能就有一点不是说非常的适合你唱 这个还是需要很多的功夫去唱 那如果你真的是抽到黄色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很多 那改头换面啊 然后呢 怎么唱啊什么 那今天表现得不好 更没有关系 将来如果你归我的队 你呢 整个脱胎换骨就证明 我真的很有用心在教 OK 所以呢 继续努力加油 好不好 两位导师 心灵老师 心灵老师最喜欢听话的学生 是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她抽什么样的颜色球 就代表她是归属于哪一位老师的门下了 准备好了没有 一 二 三 来 请看 红色的球代表也是霞光寺社队 恭喜乐心 也恭喜我们的崔晓老师 谢谢 也恭喜我们的崔晓老师 可以增加到8人 宗教活动与室内现场表演的人数呢 也放宽到250人 每一区最多只能容纳50人 不过 就算进入第三阶段 COVID-19的威胁依然存在 为了防止疫情卷堵重来 政府加大了冠病检测力度 提升了合力追踪的使用率 更快地找出确诊病例 有效地制止病毒的传播 除此之外 所有国人和长期居住在我国的人士 都能在2021年底前 免费接种符合要求 和安全标准的冠病疫苗 医疗人员 年长人士 和正在对抗疫情的前线人员 将优先接种 虽然有了疫苗 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企业和公众必须继续遵守 安全管理措施及合力追踪的规定 并戴口罩出门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跟个人卫生 如果您生病了或感到不适 请马上看医生 避免将病情传染给其他人 尽量待在家里 不要前往人潮多的地方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疫情就能更好地受到控制 大家也能更快地恢复到 以往正常的生活 让我们团结一心 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们一定行的 加油 看到人家爱到深处吃吃残 小英 我这一生中是 爱到深处好困难 宾哥 那你就不懂了 你有改变一下 你看到爱到深处吃吃残 你就爱浅浅就好了 你每次爱那么深 你看 真的是好困难 自己受伤 是 不过话又说回来 吃吃残这首歌不容易唱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最后一位的参赛者 徐玉兰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去 吃吃残 宾哥 唱歌 我看见我的爱到深处 你看看见多佳 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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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卓又為難 說要分開又不是我心裡真的想 痴痴痴 痴痴痴 痴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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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想愛真的是這般 痴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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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 請給我一個短暫的孤單 我想靠住你的眷戀 我想飛出你的視線 我想在沒人的地方整理一下我們的情感 偏偏你就要愛情吃產 愛的太多我現在無法負擔 偏偏愛你的心卓又為難 說要分開又不是我心裡真的想 痴痴痴痴 痴痴痴 痴痴痴痴 難道想愛真的是這般 痴痴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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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一个短暂的孤单 徐徐蓝 给我的感觉 她是个专业人士 是 因为你穿这一身 这个西装的打扮 是不是 是白领 是吧 是的 怎么会有兴趣来唱歌 朋友鼓励 不过玉兰姐 听说你平常很少化妆是不是 是的 比较少 OK 所以今天这个妆 就是你这有生以来 数得出 化的第几次妆 这样子是不是 数得出 今天特别漂亮 特别开心 那待会要多拍几张照流念 谢谢黄金年华的机会 因为电视台的专业化妆师 化的特别漂亮 自己没那么漂亮 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吗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第一次 很好 总的来说 你的音色是很有美 但是需要磨脸 你愿意学 我愿意教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一起努力 如果你抽到我的话 要看缘分 看缘分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我非常喜欢你的音色 非常干净 然后我更喜欢你拉音 你拉音那个线条很美 我想掏出你的眷恋 我想飞出你的视线 我想在美人的地方 增一下我们的情感 只不过说 也许我们在每一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到一些改变 在造型方面也许会下一点功夫 好的 可以 希望你能够接受 对 愿意 就看看缘分吧 好 谢谢老师 对啊 翠霞可能会叫你穿旗袍 可以 感吗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对人家来说 尤其认识你的朋友来说 来到黄金舞台的确是改头换面 对不对 要不然平常看到都是西装 然后长裤 对啊 穿到你的同事都认不出你 好的 对啊 好 来 谢谢老师 我很喜欢你的音乐性 我觉得你在诠释歌曲的话 你有在听那些要做的东西 在转音滑音的时候 它没有太刻意 所以你的声音的共鸣 你的声音那个音色 它可以很自然 听得让人家舒服 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的话 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声音 可能还是有点保留 会觉得这边好像不好听 可能音那边有点刺 所以有些地方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唱出来 你要对你的声音 有自信一点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直接抽蓝色 跟他学就好 要什么音都可以啊 OK 那就再抽了 好 谢谢老师 来 我们来看看你 跟哪一位老师有缘分 好不好 是 他到底抽到的是 什么颜色的球呢 来 请看 黄色的球 八面零绒队 刘仙宁老师 恭喜六位热情的女性 从此展开她们新的学习之旅 纳入霞光四射 红色团队的是 凯伟 李品真和乐心 列入八面玲珑 黄色团队的是 潘秋荣和徐玉兰 成为杰出非凡 蓝色团队的 只有一位何爱铭 六位同学 把追求卓越 学习优秀 当作一种责任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比赛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三位导师 谢谢 谢谢 那下个星期呢 是第二场的出赛 是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黄金莲花之豆哥敬意 乐临有活力 我们的黄金舞台 来了一位教授 你还有学生智囊团 两年前不好意思排队 这次 WhatsApp 为什么不 除非你抽到我 我才跟你分享 如果真的你在他的门下 你就跟他按到他 痛到他半死 太可怕了 我蛮希望他进我的主的 老师到时候调教我的话 我一定会 我有 你心有所说 我们的黄金舞台 来了一位教授 你还有学生智囊团 两年前不好意思排队 这次 WhatsApp 为什么不 除非你抽到我 我才跟你分享 如果真的你在他的门下 你就跟他按到他 痛到他半死 太可怕了 我蛮希望他进我的主 黄金莲花之豆哥敬意 星期五下午3点30分 八频道与MeWatch同步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